來看這一個智胖大出來會有多大的像 它很非常齊趣 這個用側風壓開始 你看 重聲很跳動 我很喜歡它的布 它的布這個造型底下這裡 我覺得 哇 這邊特別重 這邊特別輕 然後上面很重 下面又很輕 那種感覺起來 非常的很有藝術造型的感覺 就是非對稱的 如果你在這裡給它蓋一個小印章 我寫一個布 然後這裡蓋一個小印章 寫一個大大的布 很大的布 這個字 它就有它的藝術的感覺 所以藝術不是說 我要寫到說如何 一個字你也可以想辦法把它弄成藝術的感覺 像這個也是 你看 它這個字你看 那這樣子 你猜 那是什麼字 你猜 所以的藝 這樣子 那它這麼寫 你看 它這麼寫 它是這麼寫 重壓 壓 拉過來 好 切平 這邊 突出來 這邊 好 放出 收細 細細細細細 好 這裡 重壓 切出去 下來 這樣是不是 有那種奇趣的效果 這樣有奇趣的效果 那是什麼 像這種字 就是很容易可以拿來做藝術造型 我們寫幾個字 說 我要去祝福人家 生日快樂 用這樣的字 寫 葫如東海 或獸比南山 尤其是獸比南山 寫出來的字 非常有奇趣 人家會特有意思 不然順便寫一次